宋慧桥出现在仁川机场是去法国,他和谁约会?黎明稿也非常时尚。 在6月2日早晨,宋慧桥现身仁川机场,开始了他在国外的正式行程。 尚不清楚他完全是为工作而出行还是其他原因,但在网络社区中有分享称他可能与一些朋友有约会。 黎明稿是一位知名人士,经常被网络社区与宋慧桥搭配在一起,他们俩也经常以非常时尚的风格出现在仁川机场。 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,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对很漂亮的搭配。 而在这些约会中可能会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人物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旅程吧。 现身机场时,宋慧桥穿着长外套搭配优雅的短裙,戴着鸭舌帽和黑色口罩。 虽然戴着口罩,但很容易看出这位美女的精神状态,非常愉快和舒适。 当遇到记者时,宋慧桥开心地挥手致意并感谢大家。 2023年是宋慧桥非常成功的一年。 他不仅在电影领域取得了成功,还证明了自己在时尚领域的影响力。 宋慧桥自2018年起就是科梦品牌Charmic的代言人。 专业人士评价宋慧桥具有优雅和精致的美貌,散发着皇室气质,非常适合珠宝和宝石品牌。 因此,毫不奇怪科梦一直特别宠爱这位大使。 他经常佩戴许多价值巨大的贵重珠宝款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